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已經成功了 打上五階了 發水有功 木田女 還有沒有其他全奇卡牌 好 應該就是沒有的 還有其他卡 其實最想要的是全奇卡 不是全奇卡 比如超騎士 公主那些真的很煩人 滾木 法術 那些都很煩人 我都不知道怎麼搞 用獵犬 唯一一個特點就是生命糕 那我們繼續打吧 用這個王子卡組 飛桶角 來不來的 不過之後下了一個 哥布林頭茅手 下了哥布林 有點難解 不夠勝出 嘻嘻嘻嘻 好失誤 稍微打了一點血 呃 我手上把牠使用了 她餓很難滑 ются罢,這真是 就是散步了 要散步了 所以就是散步了 然後先把散步了 散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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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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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是法師和火鍋我會選法師 對 待會可以選 好 那我們再打個場吧 有一點時間 如果是5級的日本選手 我可以移開這個給你看 看 看 日本選手 哦 只要引起人 這次飛龍泡泡一刻很久 那個王子很厲害 Are you silly? 炸彈兵哪個飛龍泡泡幾下 之後就秒殺 火球的獵人 OK 你不要以為炸彈兵和炸彈塔很厲害 其實他們只可以 先引走一下 又不會 用 呼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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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覺挺煩的 因為我 剛才就還沒有那個 弄到幾下 自己放這邊 黃子也是一個蠻煩人的問題的 殺到剩下兩隻鳥 好…我給他做一下算不錯 非常煩的獵人 雙貝聖水 好… 搞定 火球一下 大皮卡比較好是 獵殺這些 比較高生命值的單位 很快 來 看著我可以 放邊 所以我可以留下 用… 大皮卡 算了吧 哎 二十七敵血 剛剛好 所以他就用大皮卡 這個...補頭幾尺啊 萬箭池 獵人...沒有趕得及 開刀 再踢完油飛龍寶很快 好 再下大皮卡 咦 原來還有女巫嗎? 我也不知道 有了 有了 那我們呢 第五街競技場的新手教育系列就到這裡了 大家都記得訂閱和開小型鈴鐺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